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苏瑞士首当聚焦金融行业的青春职场观察类真人秀 闪闪发光的你 本节目由定义行业智能标准的按摩大师奥家华特约播出 职场精英都在查 本节目由专业的企业插序APP 起查查赞助播出 好 要个秀 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六个人被叫做闪光投资团 让我们来看一下闪光投资团都由什么人构成 首先坐在我左手边的李豪老师 我右手边的任嘉伦 布兰 那边的左旋 和陈铭老师 欢迎大家 我们叫闪光投资团 这个投资跟平常我们做的什么不动产 股市期货 这些投资不一样 我们投资人 咱们先说说 咱们各自跟投资这两个字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我父母是做金融方面的行业 在我进创造营之前就做了一笔小小的投资 所以你是头二代是吧 对 收益怎么样 还挺好的 比偶像的收益大 偶像是高风险投资 我觉得任嘉伦对这事好像兴趣奇大无比 还行 你是投了什么 我只会投我自己 这是非常好的投资 我这个人是这样 就是我不懂得行业或者事情我就不会去尝试 我是这样 我现在唯一能掌控的就是我觉得我投资我自己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是对我未来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我给他介绍一下这个忽兰是以前专业是精算 是在哪个学校学精算 是哥伦比亚大学 对 我们其实学精算就是关于给各种东西去定价 你比如说朗朗老师手得去买个保险 他这个手我们去给他定一个价 万一万一万一条受伤的话需要理赔多少你就可能要推 所以你就是要算反向成本 比如说呸呸呸 就是如果出现了意外的话 这件事的损失成本到底会有多大 对 是这意思的 OK 那你那个呸呸呸 你帮佳伦 呸呸呸呸 呸呸呸 算了 算了 概率是零 不敢说了 有很多人其实对于证券公司的就是记忆或者说概念 印象还都停留在这是一个炒股票的地方 有一些电脑 看着红的绿的在那刹刹下下的 那今天的证券公司是不一样的 也许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片子 让大家了解到一个证券公司在金融市场当中的位置 以及它到底能做什么 到底能够对整个社会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次责任重大好好加油 接下来由奥加华闪光时刻 疲劳减退闪光加倍 奥加华用科技守护健康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实习生 看看他们的职场故事 那么多 vendcorn 周末的结果 涮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学校排名吗 那你好厉害 第二名 那从第一排到第三十吗 对 出事了 有点卷了 有点像那个最强大的金融版 我觉得你话不是很多 我吗 对 就是也不知道说啥 所以你一直在美国吗 对 我英文说的比我中文好 所以你以后想要待在美国还是 对 目前是想待在国内 你好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你叫什么 申子豪 申子豪 咋还有才艺表演了 咋还有才艺表演了呢 气氛轰到这儿了 这能做吗 可以 这能做呀 你们别骗我呀 没有没有 我不刷了要怪你们的呀 打开话筒来 打开话筒 这个 虽然说我的这个长相 可能比较像薛之谦 或者以前有人也说 以前有人说我长得像王力宏 但是呢 我的这个灵魂深处 其实更像小月月 你好 我感觉都是美女 太养眼了 你在哪个学校 我在澳门大学 你呢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 哥大 我一直很想去澳门玩 你有什么推荐吗 一定得去永利和永利皇宫 有一个特别大的人工户 还有喷泉 下午茶特别美 一定得去拍照 那我一定会去打卡的 谢谢推荐 我叫阿姨木兰 在北大 然后原培 厉害厉害 然后大四 原培 原培是什么专业的 就是北大录取分数前几名的学员 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你之前是做了什么 我本课是法律的 好 所以我之前在律所 就是做滴滴 然后写照顾书 对 写照顾书做滴滴 因为之前不是快手上市吗 我们在这里一扯前 你们在这里两个聊快手上市 对 有点像评委 这气场好强大 主要是还坐在我后面 我还不太好老回头看 不要紧 大家早上好 请坐吧 我是来自人力资源部的孙燕青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 你们认为证券行业是什么样子的 证券行业它是一个帮助人们实现梦想 帮助实现资源配置的一个行业 券商起到的是一个桥梁的作用 它是连接了不同的投资者 其实我是学教育的 我们在很多不同领域都能够感受到资本在赋能每一个部分 一个好的投资是能够为社会带来很多好的普惠价值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 经常需要加班到很晚 然后也没有双修 但是我们在这个行业投入的时间越多 然后我们的成长也会越大 难得有人说加班还会幸福 为什么一毕业就对这个行业这么有感觉 金融行业的人 他们一天当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就是你有机会和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 面对面进行一个交流 进行一个对未来的创想 近距离地参与到各种创新的一个浪潮之中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意义 对 我给自己定下的理想就是 要为中国的品牌投资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在校期间是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 工作了大概有三年之久 我就发现有些地区在教育背景 或者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情况下 并不会有这种说延迟消费的概念 我从事金融行业就是相信 有一天可以去帮助改变他们的生活 去传达这种通过延迟消费 可以达到他们更长久目标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今年是我们公司成立的三十周年 这次的招聘会做了很多特殊的设置 可以说是历史以来最严苛的一届 今天的面试考察呢 将分为四大象限 对应的是代教老师制定的选人的标准 你们拿到的总考证上 有前期你们综合的排名结果 稍后呢将根据排名的情况 去进行象限考场的选择 排名靠前拥有优先选择权 因为每个象限考场的名额是有限的 那剩下的同学 你们只能选择别的考场 最后的晋级率是百分之五十 此外呢我们的代教老师呢 还会有一个特权的机会 我们会根据今天你们的真实的表现来 决定是否行使这个特权 那我们有请本次综合排名第一的同学 帝国李空 赵一烈 好厉害 好 请你去到二楼 我们进行选择 可以投资吗 第二位同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书巨星 别的好像 输了都会怪自己不努力 这个输了就怪自己笨 没办法 尤其北京大学崔瑞涵 剑桥大学朗一博 浙江大学岳博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沈玉彤 剑桥大学谢真 北京大学伊木兰萨特尔 伦敦大学学院申志豪 你为什么会选这个项线 因为以前做过智商测试 大概是145 一百多少 145 我听上175 你做过吗 我很小的时候应该做过 但是 小时候也不能说明什么 对 就是完全不能说 就是完全没有做过的感觉 接下来有请第十名林英谷 十一名的汪家郎 第十二的林子健 第十三位的韩冰卫同学 有请赵韩章 胡一涵 明哥 袁思敏 赵枫南 兼哲华 黄冲敏 焦一针 任西白 蔡世杰 于可欣